漠视来临,我摆烂了 在手指上滑了一道微小的伤口 再迟一点就要愈合了的那种 我立马抹上特地弄来的丧尸血 静静等待我变成丧尸 无痛当丧尸,真爽 我变成丧尸了,但我竟然还有自己的意识 发现了这件事后,我彻底躺平 没事的时候就出去跟随丧尸大军下下人类 看到丧尸同伴的胳膊掉了 我给他们捡起来,挂在他们脖子上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呢 又一次丧尸聚集集体活动中,我突然听到了 这群丧尸的心声,沙沙哑哑的 想吃人肉人肉人肉,这是快饿疯的丧尸 我好饿,这个丧尸的脑袋看着不错 这是饿昏头了的丧尸 我爹又把我的胳膊啃了 这是大孝子丧尸 他好漂亮,我好喜欢 这是,基于我的丧尸 这只丧尸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 灰白的眼珠子散发着悠悠光芒 我一脸惊恐地捂住胸前 不是吧,这也能爱上 我双手僵硬,赶紧捂住胸口 灰白的眼珠子瞪着那只丧尸 那只丧尸呆呆地看着我 好,好可爱,这只丧尸确实看上我了 我走哪他根啊 要了老命了 他冲我嘶吼 呵呵,心里的声音却是 你好些天不吃饭了,我去给你抓人吃 我立即露出惊恐的目光 脑海里一想到那个画面,就头皮发马 救命 我林秋秋,就算是饿死 从这里跳下去,我也不会吃一口人肉 我赶紧躲进我家 梅音会传来框框的敲门声 透过猫眼,我看到一双灰白的眼珠子 上面冒着红血 我猛地后退一下 呵呵,吃饭 我差点没崩溃 没敢给他开门,直接朝门外喊 我不吃人,喊完我就后悔了 他就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丧尸而已 怎么会听得懂人话 然而猫眼里,小丧尸歪着脑袋 眼珠子转了转 脸上还有不少血污 似乎极其疑惑 人肉这么好吃,为什么不吃呢 呵呵呵 不吃饭,会难受 我停了两秒,打开门 小丧尸看到我 灰绿的眼睛好像散发着一路光芒 僵硬地扯着嘴角的肌肉 像是要做出笑的表情 有点丑 但是这小丧尸怎么跟其他丧尸不太一样 我继续尝试跟他沟通 这些是人 我忍着恶心指了指他带过来的一条胳膊 朝他摆摆手 试图跟他解释清楚 我不吃人肉 小丧尸若有所思 缓缓眨眨眼睛 然后动作僵硬 同手同脚地离开了 当晚 我在门口看到了一只刚被杀死的鸡 还有一双望向我亮晶晶的眼睛 像是在求夸奖 我迟疑地给他竖起一个大拇指 真棒 呵呵 哈哈 这座城市已经成了一座死城 没有一个活人的存在 我实在是太孤单了 正好这只小丧尸给我解闷 于是我把邻居家的门给撬开 带着小丧尸进去 邻居一家早在末世刚开始就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 小丧尸乖乖地跟在我后面 一进门 我就眼尖地看到桌面上摆放的碟片 好奇地拿起来 不堪入目的封面瞬间映入眼帘 我大脑一正 老脸一红 然后默默私藏起来 有资源 不要是大傻子 谁知道那小丧尸的眼睛就这么尖 一下就看到了封面 两个不穿衣服的 人 小丧尸最近跟着我 已经知道了 这就是人 我不赞同地回头教导他 什么叫不穿衣服 人家正在进行生命大和谐 启示 你这等小朋友看的 这我得拿回去慢慢看 小丧尸似懂非懂 被我带偏了 脑袋歪了歪 似乎发出了一声哦的声音 把房间整理了一遍 我对着呆呆地跟着我的小丧尸说 好了 以后你就住这吧 离我挺近的 说完 我也不知道他懂了没懂 灰绿的眼珠子 还是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转身就走 摸着手里的碟片 准备回家 身后 响起沉重的脚步声 我 你自己没有家的吗 小丧尸执着地看着我 跟着我 如果是一个可爱干净的男生 我可能还就收留下来了 但他身上都是血污 就连衣服都不是完整的 我态度一变 笑呵呵地又哄他 好了好了 我不走 我们进去吧 小丧尸还没经历过人情事故 被我骗进去之后 我立马转身就往家里跑 手一秒 门锁住 猫眼里看到小丧尸 姗姗赶来 动作僵硬滑稽 目光正正地望着我家的门 像是个被抛弃的小可怜 也没有他的心声传来 应该 不碍事 可能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自己走了 我心里有点闷闷的 默默走回卧室里 手上的叠片也不香了 到了晚上 我直挺挺地躺床上 虽然我已经不需要睡眠了 但是二十年来的生活习惯 让我到点就要上床躺着 那小傻子不会没走吧 我下床来到门边 透过猫眼看到外面的景象 小丧尸垂着脑袋 正正地看着地面 好像个被抛弃的小可怜 唉 我叹了生气 最终还是打开了门 小丧尸猛地抬起头 心心眼望着我 唉 一声轻叹 我望着他 最终还是心软了 跟他约法三章 收留你可以 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听你的 第一 你要时刻保持干净 像你现在这样身上脏脏的 就不许进来 好 第二 我不吃人肉 不能看见任何跟人肉有关的东西 你也不许带过来 好 第三 没我的允许 不准随便碰我 小丧尸肉眼可见地沮丧了不少 他身上很脏 我对他说 现在我带你去洗澡 完了 小丧尸洗完澡之后 竟然还挺帅 他的皮肤呈现一种病态白 头发松散 骨相优越 除了动作僵硬 眼形是那种无辜的小狗眼 眼睛灰绿灰绿的 只是脸上有两抹红色疑云 总感觉像是在害羞 我想了想 可能是刚刚洗澡的时候 他动作僵硬缓慢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直接亲自动手 给他脱了衣服 他本来就是一个丧尸 懵懂唇洁 甚至没有害羞这些情绪 只是我的目光 在他的身体上扫了几眼后 他下意识地轻轻咬紧唇半 不敢看我 说实话 他身材还不错 要腹肌有腹肌 要人遇现有人遇现 似乎是感受到了我的目光 他口中模糊不清地 发出呜呜两声 被我瞪了一眼 他又委屈巴巴地垂下头 不敢说话 我伸手挤了两崩沐浴露 给他抹身上 这但凡是个人 我可能都受不了直接跑了 但是他就是个丧尸 在我看来跟宠物没什么两样 正给他搓澡呢 耳边忽然响起一声 沙哑模糊的声音 不 要 看 我惊得两眼顿时放激光 你会说话了 然而他又支支吾吾的 发出呵呵两声 说不出话来 心里想的 我 不 知道 看来是真害羞了 我这才放他一马 交了他两下 他僵硬地点头 我扫了两眼 他看起来确实是洗干净了 正好卧室里面有沙发 我指着沙发对他说 那行 你今晚就睡着吧 小丧尸歪歪脑袋 疑惑地看着我 似乎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这才想起来 我们俩已经不是人了 根本就不需要睡眠 你就躺在这 闭着眼睛就行 小丧尸似懂非懂 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 然后闭上眼睛 就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了 胸膛没有呼吸起伏 这个沙发就像是棺材 我看了两眼不敢再看 总觉得 我最温暖的房间 变成了停尸房 然而小丧尸忽然睁开眼睛 昏暗的房间中 他眼睛似乎亮晶晶的 呵呵 是这样吗 我看着他 一脸天真无辜的模样 忍不住微微一笑 下次记得喊我姐姐 知道吗 管他谁大谁小 现在在我的地盘 他就得叫我姐姐 生前没男人这么叫 成为丧尸了 必须找回场子 小丧尸疑惑的歪歪脑袋 一字一句嗓音尖色道 姐 姐姐 我立马满意的应铃声 开始 KTV他 外面都是坏蛋 只有姐姐这里才是最安全的 姐姐才是对你最好的 知道吗 小丧尸太懵懂了 努力地理解我话里的意思 小幅度地点点头 我还跟小丧尸 KTV的正起劲 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 响彻整座死寂的城市 我的DNA动了 墨地回头 眼神向外探寻 想找到有关于人类的一点踪迹 就算我是丧尸 可我的记忆仍旧是属于人类的 我渴望人类的存在 广播里播放久违的人类的声音 我们是华夏陆军编号110战队 接到上级通知 是有人类发出的信号 我们人类在地球上 度过了许许多多个难关 这只是其中一关 我们作为华夏军人 誓死守护每位华夏公民的安全 不放弃任何一位华夏公民 请你们相信国家 相信我们 我们来接你们回家 请所有幸存公民 在一小时内 到西湾街道的交叉口 乘上我们的战车 我们不会放弃任何声的希望 请你们也不要放弃 我的衣袖忽然被扯了一下 小丧尸没听懂广播的意思 只是眼珠子紧盯着我 姐姐 不 不要哭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已经泪流满面 我擦了擦泪水 往窗外看去 隐约看到 城市外有好几辆军用车 往死城A市赶来 小丧尸来活了 跟我走吗 我拎起一根铁棍 小丧尸像个小尾巴 紧跟在我的身后 她不知道我想去做什么 只是盲目地跟从我 外面密密麻麻的都是丧尸 他们的心声 不断传进我的脑海中 好饿好饿 要开饭了 小美说那边有吃的来了 我要赶紧过去 他们的目光如狼似虎 看向郊区的方向 纷纷前往那边 看来丧尸内部 是可以自由交流的 我不禁担忧地 看向郊区的方向 然后回头看着小丧尸 突然对上她紧紧盯着我的目光 对上的瞬间 小丧尸眼睛睁大 默然移开脑袋 看向别处 好像很怕我发现她的目光 然而很快我发现 这些丧尸会主动绕过小丧尸 即便是前面站着一个我 他们也不从小丧尸的方向经过 一只丧尸撞了我一下 不痛 但是撞得我一个亮呛 身子骤然往前扑 双手下意识捞住小丧尸的胳膊 咔嚓 我跌进小丧尸的怀里 拽着她的胳膊 不像外面的丧尸那样烟杂 她身上还有我家的沐浴露香气 我赶紧从她的怀里退出 目光披向她的胳膊 你 没事吧 我伸手捞了一下 她的胳膊没骨头似的 一摇一晃 没 没事 小丧尸苍白的脸 诡异的浮现薄红 眼珠子僵硬的往一边看 我 马德 你别吓我 我立马伸手敲了下她的脑袋 别随便吓我 我可是林郑英老师的迷妹 她委屈巴巴的 捂着被敲的那个地方 可是林郑英老师不是管僵尸的吗 等会 我连忙看向她 试探性地问 你是不是想起以前的记忆了 林郑英老师管僵尸的她都知道 小丧尸一脸疑惑地摇摇头 姐姐说的是那张碟吗 我连忙敲敲她的脑袋 忘掉忘掉忘掉 小孩子不要打听大人的事情 小丧尸垂丧着脑袋 自己接上了骨头 朝我扯扯唇角 露出一个不算好看的笑容 身旁越来越多的丧尸涌向娇躯 密密麻麻的 人头攒动 血腥胃和腐烂胃 交杂着刺激我的嗅觉 小丧尸没事 我是松了口气 继续带着她往西湾街道赶去 但我发现这些丧尸 并不只有一两个绕着小丧尸走 我仔细看了一会 发现只要经过这边的丧尸 都会下意识地绕着她走 你 试着叫她们回来看看 犹豫扮上 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给她下指令 小丧尸眨眨眼睛 理解了我的意思之后 朝着那群丧尸 呵呵两声 我是没听懂啥意思 那群丧尸默然回头 起刷刷地看向小丧尸 灰白的眼睛里 隐隐有几分忌惮 有用 那你让他们别去郊区 行不行 小丧尸的声音 比一开始流畅多了 我 试试 那群丧尸听到她的声音 整齐停下 摇头晃脑 身残指尖 奇怪的是 她们一个都不敢动 颇为忌惮地看着小丧尸 直到广播里传来部队 准备撤离的消息 我才松了一口气 伸手拍拍小丧尸的肩膀 谢谢你 四周丧尸成精了 仿佛知道 是我甘愈他们吃自助餐的快 乐纷纷朝我看来 灰白的眼珠子 散发悠悠绿光 僵硬的丧尸 纷纷展开扭曲的姿势 腿弯扭曲成不可思议的角度 如深海未知的潮水般向我涌来 我默默躲在小丧尸的身后 朝他们竖起大拇指 你们不去跳舞可惜了 这弯曲度 这柔韧度 真是世间少见啊 其他丧尸还在朝我走来 只有一只头发粉嫩嫩的丧尸 歪着脑袋看我 他身上还穿着如白雪般的天鹅舞服 然后在丧尸潮中 点起脚尖提起裙边 开始跳芭蕾了 窝槽 更窝槽的是 那些丧尸对我很有敌意 张牙舞爪的 朝我亮出他们的尖牙和爪牙 我一个个评价过去 嗯 你牙这么白 你适合给黑人牙膏打广告 白牙丧尸心说 妈妈 我找到工作了 哎 你手指乱舞的非常性感 适合做手指康复操 手舞足蹈的丧尸心说 我也不想放过他的 可是他说 我性感哎 或 你胸肌这么大 适合做男妈妈 啊呸 适合胸口碎大师 大胸肌丧尸沮丧的心声传来 啊 其实我更想做男妈妈 这些丧尸 我觉得非常有问题 他们莫非瞒着我偷偷进化了 都能跟我无障碍心声交流了 等这边都不再往郊区去了 我脑子里不知道是哪根弦突然断了 畅往不舍 我已经不是人了 我是丧尸 就算我在留恋人类的生活环境 也注定不能跟他们接触 但是看到最后一辆军用车 在我眼前急事而过 车上的人类惊恐地望着我 一块石子砸到我的身上 他们的眼里不是看人类时的善意 而是看丧尸的厌恶 我心里一痛 委屈感充斥胸腔 小声骂骂咧咧 马德 我还帮你们引开丧尸呢 你这熊孩子还砸我 如果是以前我肯定已经崩溃大哭 可现在我变成了丧尸 面部肌肉都僵硬了不少 无论我如何想哭 眼泪都流不出来 小丧尸看见我被砸了 朝那些人露出森白的牙齿 朝他们哈起 军卡车上的那个小孩被吓了一跳 我什么都顾不得想 疯狂朝着他们奔跑 表情算不上好看 甚至扭曲诡异 这或许是最后一批人类了 我离不开A市了 也永远地脱离了人类的群体 虽然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但是自己的同类就在眼前 离我越来越远 这次错过 以后可能我真的要跟着丧尸一同生活 但他们现在又不会说话 听到的新生再如何 也无法代替人类的市民 人是群居动物 保留人的意识的丧尸 也是群居动物 我很不舍得难过 但是车上的人都吓惨了 仿佛进入了釜山行 军卡车后车厢上的人 看见一只丧尸狂追着他们这辆车 动作还比其他丧尸灵活多了 吓得脸色大变 带着孩子的赶紧捂住孩子的眼睛 这丧尸怎么跑这么快 妈妈 这只丧尸好吓人 她为什么跑这么快 因为看到食物 大家都这么想的 突然有个小女孩 透过重重人影 伸手指着那只奔跑的丧尸 妈妈 那只丧尸好可怜 她哭了 傻孩子 你看错了 丧尸不是人 怎么会哭呢 不过 这还真是我看见过最干净的丧尸 尘土飞扬 我站在原地看着军卡史离A式 那速度 我望尘莫及 小丧尸不知何时跟着我一起跑 现在在我身后 轻轻扯起我的衣服 声音低耳尖色 姐姐 我会一直陪着你 我一把拍掉她的手 你陪着我就陪着我 捏我的脸做什么 姐姐的脸很软 很香 我装作没有看到她 其实在抹去我脸上的泪 但还是惊恐地想 马德 这小丧尸 不会饿昏头了 到时候啃我吧 部队走了 我更加咸鱼 每天都躺平 也不吃东西 但我发现 小丧尸最近越来越厉害了 她说话比网流利了许多 脸色跟我出现了差别 不再是灰白的颜色 她的皮肤 更接近于人类 而其他的丧尸 对她越来越忌惮 只要有她在的地方 其他丧尸 都不敢肆意妄为 都垂着头 形如傀儡 我心里总觉得怪异 那些丧尸 害怕她的存在 她天天像是个 甩不掉的小尾巴一样 跟在我身后 我赶她走 她不走 反而委屈巴巴地问我 姐姐你不爱我了吗 笑死 丧尸懂什么爱 我当场给她点了一手 如果我是DJ你会爱我吗 我思来想去 干脆就让小丧尸 继续待在我身边 主要是 末世来临有一段时间了 整座城市没了电 晚上犹如地狱 我害怕 有小丧尸在 或许能好些 小丧尸 你叫什么名字 我突发奇想 问了一句 小丧尸摇摇头 目光呆滞 哦 大多数丧尸 都没了活着实的记忆 自然也不会记得 他们的名字 我叹了口气 在去其他邻居家里 搜刮东西的时候 突然撇到 丢在桌面上的一张报纸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报纸 拿起来 将报纸上的图片 跟小丧尸对比许久 忽然叹了口气 我大概知道 小丧尸的名字了 楚林轩 A是知名创业者 从白手起家 到身家过亿 不过用了两年时间 在A是站稳脚跟 才不到一年 末世就降临了 比我惨多了 人生在世 最害怕的 无非就是两件事 人死了前没花完 和人活着前没了 一个说的就是楚林轩 另一个说的就是我 我指着报纸上的三个字 交给小丧尸 这就是你的名字 楚林轩 知道了吗 楚林轩只扫了一眼点点头 而后灰绿的眼睛 闪烁点点星光般望着我 姐姐的名字是什么 我叹了生气 林秋秋 楚林轩念了好几次我的名字 显得红润的唇瓣弯了弯 朝我笑 语气极其认真 像是轩读某种誓言 我会记住姐姐的名字的 但他自己的名字 好像真的一点都不在意 我懒得多想 毕竟一个丧尸 记住我的名字 能有什么好事 后来我才知道 确实没好事 只是我人死了 还能在人前射死 这段时间 丧尸越发厉害 他们进化了 脑中形成惊合 并且丧尸内部等级分明 我不知道其他丧尸 为何会怕楚林轩 但是 以我目前的水平来看 我只能看出来 那些一阶丧尸的等级 我没想到 就算是变成丧尸了 我还要工作 自从上次 我发觉了许多迷茫丧尸的潜力之后 他们有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后 纷纷来找我 而且 我还可以听到他们的心声 他们说话尖色也不要紧 我能听懂 哈哈看看 老师 你给我看看 我适合做什么 他又嘟嘟囔囔一堆 吵得我恼人疼 我说 你适合去做相声演员 和脱口秀演员 他手舞足蹈 心里面又一堆话 然后丢给我一个鲸盒就走了 是的 这就是我的工作 我等级低 能力弱 又不想去吃人 所以只能出此下策 赚点鲸盒够我升级用 然而身旁楚林轩的眼神忧怨 看我几个小时也不嫌腻 姐姐 你为什么一直摸他们的手 为什么一直跟他们说话 我白了他一眼 废话 不然我怎么升级 不这么带你养我呀 他的眼珠子呈现灰绿幽光 紧盯着我 并太白的俊脸认真 然后当着我的面 把一袋鲸盒放在我面前 姐姐 我可以养你 马德 我累死累活干了一天才十来个鲸盒 他这一出手就是上百 做人类被内卷够了 做丧尸还要被内卷 我生无可恋的接过鲸盒 突然灵光一闪 立马捧着楚林轩的手 他的脸浮现两抹薄红 像是一面白墙 随意打了一点腮红 宣保 我们丧尸要有丧尸的操守 这次你内卷是不对的 但是我愿意替你成 但这份痛苦 其他丧尸不会对你这么好 只有我才会接受你的缺点和不足 楚林轩现在呆呆的 脑袋一歪 似乎思虑了许久 才懂得我的良苦用心 论KTV一个小丧尸 我肯定在行 我又瞥了一眼金盒 这东西是单送给我一个的 还是别的丧尸们都有 字 自然是只给你 他的嗓音低沉沙哑 我只给姐姐一个丧尸 自从发现楚林轩这么能干之后 我决定继续躺平 一贯我的风格 楚林轩不仅自己升级贼快 他带回来的惊合也多 每次回来 身上都有一抹陌生的清香 像是沐浴露的味道 我瞪着眼睛 拽紧他的衣领 油腻雨露张口就来 小丧尸 你现在是在跟我玩 欲擒故纵的小把戏吗 楚林轩的同谋像是小鹿 茫然无措地解释 不 不是这样 回来 很脏 姐 姐不喜欢 我去了其他地方洗澡 才来见姐姐 马德 小丧尸这么可爱 就是给姐姐亲亲抱抱的 我立马把她按进我怀里 鼻腔里 全是她身上陌生的沐浴露气息 又伸手揉揉她的脑袋 跟亲小孩一样 猛地在她的脸侧亲了好几下 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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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丧尸这么可爱 就是给姐姐亲亲抱抱抱的 楚林轩的脸 诡异的通红一片 全然没意识到 她单纯的小脑袋瓜子 已经成功被我PTV了 她抿了抿唇半 略微脸下眸 腼腆而羞涩 灰绿的眼珠子 璀璨夺目 嗯 只给姐姐亲亲抱抱 在我这 楚林轩的状态就是 姐姐亲亲 姐姐抱抱 很想姐姐喜欢姐姐 这天我心血来潮 站在窗边看风景 看到了在楼下面无表情 一拳捶爆丧尸脑袋 徒手挖出丧尸脑袋里的 惊涸的楚林轩 我沉默了 这丝 真TM会装 但我还真就吃这一套 晚上回来 听见敲门声 我打开门 闻见了 又是陌生的沐浴露气息 楚林轩眼睛亮晶晶的看着我 身上的衣服不染尘埃 明显是换了一身 今天也很想姐姐 她的唇半越发烟红 眉眼无辜单纯 张开手小心翼翼的问 姐姐会想我吗 她绝必故意的 但我真的吃这一套 我立马将她抱进怀里 嘟闹问道 你又去拿血的澡 衣服又是在哪换的 楚林轩歪歪脑袋想了想 解释 在二楼走到尽头的房间 衣服是在一个大房间里找的 里面全是衣服 她从身后掏出一个LV的包包递给我 姐姐 这是给你的 我白白手 承袭了华夏传统 你看你 来就来吧 还带什么礼物过来呀 我领过包打开一看 满满一包的金盒 五颜六色 亮瞎我的太和金狗眼 这得杀多少丧尸啊 谁承想 楚林轩闽纯认真道 姐姐 你的等级太低了 出去会被其他丧尸欺负 所以你要多吸收金盒的能量 妈呀 小天使 全然忘记了 他在外面的模样 对我来说是小天使 对其他丧尸来说 这实在是阎王吧 吸收完金盒里的能量后 我成功连升三级 现在到了五级 我猛然发现 一件一直被我忽略的事 楚林轩的行为 越来越像人类了 而且他现在无需我教 很多事情 就像是带有肌肉记忆 帮他完成了 比如说商场里东西的用法 还有他的神态动作语气 都趋近于一个人类 更甚于人类 这难道就是升级来带的好处 我躺平躺得非常彻底 有时候还是会担心 是会不会还有剩余的人类 因为当初军队 无法每家每户叫过去 可能有些人还是不敢冲一把 所以我时不时的 会去其他地方看看 有没有幸存下来的人类 没想到 还真就让我碰到了一对兄妹 碰巧出来觅食 他们警惕而怯懦 一点点探索这片区域 只想着带些食物回去 我谎称自己是人类 架着车带 他们去人类基地 那里可以很好的保护他们 送他们到地方后 我就赶紧离开了 看到他们一直在寻找我的身影 我心里一软 随意换了一个离我最近的丧尸过来 吓唬吓唬他们 这么一下 两小孩脸色苍白 赶紧跑进了基地 等回到A市 离得老远 我就感觉到 一股令人心颤的威压 四面八方的蔓延过来 压得我心里沉沉的 透不过气来 每只丧尸的行动都缓慢了不少 他们之中绝大多数的等级都没我高 我随手拽了一只两腿打颤的丧尸问话 咋的了这是 丧尸的心声呜呜音音的传来 呜呜王太可怕了 他一直豢养的那只丧尸跑了 现在让我们全市的丧尸一起帮忙找 找不到的话 他就要在A市大开沙 戒 把我们都吃了呜呜 我哥哥就是被王给打死的 我一听 顿时对他产生了同情 拍拍他的肩膀 没事的兄弟 你赶紧快快成长起来 争取早日跟你哥哥去团聚 丧尸两只腿左右开辟 一扭一扭的跑开 心里哭了可伤心了 呜呜 楚林轩在找一只 一直被他换养的丧尸 我怎么不知道 有这号丧尸的存在 楚林轩平日里可就养了我一个呀 等会 这说的 是我 我有手有脚 什么叫做换养 多难听啊 明明是平本是抱上的大腿 平本是躺平的 全市的丧尸都在庸庸碌碌寻宝藏 有不少丧尸都是见过我的 我得赶紧偷摸的回去 一路上非常顺利 我做贼心虚 小心打开房门 全程的声音可忽略不计 刚要转身 一只病态白的手 从我身后 悄无声息地揽上我的腰 我正要给对方一个过肩摔 忽然听到 身后响起熟悉的声音 委屈又愤怒 姐姐 为什么丢下我 我捧着他的脸 轻轻揉令 宣宝这么可爱 我怎么可能丢下你 楚林轩生气是生气 但是好在很好哄 紧绷的俊脸 被揉捏成各个形状 他的眼神阴沉沉的 是人的不行 我一正 慌忙一开目光 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楚林轩这么帅的 或许是之前 他的等级还不够 说话又慢又呆 傻傻可爱的 现在他说话的声音 以及趋近于人类中 最好听的男生 舒朗低词 面容清俊 一双无辜的小狗眼 简直令人犯罪 我默默咽了咽口水 马德 林秋秋 这可是你一把使一把 尿未养大的小丧尸 你现在竟然觊觎他的美貌 很快我就反应过来 正大光明地盯着他看 我母胎单身二十多年 做了丧尸 还要继续担下去 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不仅觊觎 到时候我还直接上手 楚林轩没发现我的异常 嗓音沉沉低哑 姐姐 不要再丢下我一个人了 我 有没有可能 咱俩现在都不是人 但是看到楚林轩 可怜兮兮的模样 我还是把他拉到怀里 狠狠揉了一把他的头发 诺阿的一口亲在他脸上 掐着嗓子调戏 哦呦 我黏人的小猫咪 他脸红红的 乖乖地埋在我的脖梗 像是羞涩�腆 都成丧尸了 那拐一个帅帅的丧尸回家 不过分吧 等年糊够了 他脸不红心不跳 哦不对 他的心本来就不跳了 他从一旁拎过一袋子金盒递给我 眼神执着 姐姐 这些都给你 你要早点升级 我心安理得的接下 这才想起来 刚刚在郊区 看到的那只丧尸 问道 你跟多少丧尸说了 让他们去找我的事 楚林轩敏唇 似乎在思索 片刻后才达到 所有 多 多少 所有 楚林轩这时 或许觉得有几分心虚 我找遍了全室 也没找到姐姐 所以发动所有丧尸地毯式搜寻 现在这个时间看来 他们可能已经到隔壁式了 我在他头上 恶狠狠地揉了几下 看在你帅的面子上 就勉强原谅你 此时 以A市为中心 向外城发散式扩散的其他地方 一堆A市来的丧尸 手脚扭曲 动作僵硬 碰到一个丧尸 就会拿出楚林轩准备的一张A4纸 彩印的林秋秋的模样 还印上了他的名字 看到他的 把他送到A市 冒着生命危险来觅食的其他人类 什么人值得丧尸一个个找过去 他们默默记下了这个人的名字 并且立即上报了领导 这个A市 看来他们有必要去一趟探探情况 自从离开过一次 楚林轩更加粘人了 以前每天还要出门六个小时 宰杀丧尸 现在每天出去两个小时 每过半小时 还得在楼下呼唤我 等我从窗户探出脑袋硬了身后 他才安心去赚金河 我看着窗外不远处的广场 陷入了沉思 既然都决定躺平了 那总得有点娱乐活动 仗着可以听到丧尸的心声 我干脆直接出门 顺便叫了几只丧尸跟我一起去 没活到退休的年纪 那就提前做做退休可以做的事 去商场洗劫一空之后 搬到了广场上 这些东西因为没用过 电量还在 漠视之后没电没热水 资源更加拮据 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很节省 我拿了一个大音响 连接了MP3 没议会 一首最炫民族风响彻云霄 还有KTV专属的宇宙灯球 余晖染遍天际 天色渐晚 紫红蓝绿的灯光 将整个广场 变成了一个巨型的蹦迪现场 越来越多的丧尸 被这边的动静吸引过来 我瞅准时机 立即打开音响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连绵的青山脚下花 正开什么样的歌声 是最啊最摇摆 广场舞配闪耀的灯球 简直魔性 紫红的灯光闪烁 打在脸白如指的丧尸脸上 一股子浓浓的中视恐怖风来袭 我忍了许久 才忍住把他们嘎了的欲望 开始指使他们蹦起来 对对对 就这么蹦 跟我一起来 广场上所有的丧尸都在蹦迪 而我就是那个领头的 声响震天 好在丧尸不需要睡眠 没有投诉我们的 而这些丧尸也怪听我的话 跟我一起蹦打 他们的身子僵硬 跟真子从电视机里 爬出来的姿势差不多 几小时过去 瞥见好几只丧尸 把眼珠子蹦出来了 我盘算着下次应该跳舞 广场旁边那个花坛后面 又看到熟悉的身影 身旁还有一个 穿着粉嫩嫩的小裙子的丧尸 动作亲密 那只女丧尸跟其他丧尸不一样 等级约莫跟我差不多 她身上很干净 也会换干净的衣服 这些丧尸几乎都不换衣服 身上还有红色绿色的血杂揉在一起 难闻又难看 眼看着那只女丧尸 就想要亲上去了 我瞪大眼睛 飞速冲过去 还没等我冲过去 楚林轩已经一到了她的身后 嫌弃似的猝了下眉 拍了拍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嗓音冷冰冰的 除了她 没人能碰我 那种冰冷的姿态我从未见过 不对 我见过的 就在那次看到的那张报纸上 她的神情也是如此 冰冷淡漠 世间一切都入不了她的眼 但我现在还是那句话 我们是丧尸啊 看到我过来 楚林轩冰冷的眸子瞬间化暖 犀利的眸光瞬间变成清澈的愚蠢 小狗眼可怜巴巴的看着我 然后伸出手 小心翼翼的捏紧我的衣角 烟红的唇半清起 秋秋 她欺负我 跟平日里面对我是可爱的表情一样 我没忍住捏了捏她的脸 忽然意识到她刚刚喊我秋秋 而不是姐姐 这只丧尸都傻了 还没经历过人间险恶 但是看到我跟她这么亲近 气急了 说话磕磕巴巴的 明显是语言板块刚开窍 我 我没有 我喜 喜欢你 没 欺负 你 以后我 我们还要生一堆孩子 群众里面有坏人 我鹅脚划下三条黑线 并未因此吃飞醋 而是指着她 立即扭头对楚林轩说 这个金盒可以要吗 还想生孩子 人类负责与丧尸抗衡 而我负责斩杀这些歪风念想 楚林轩朝我点点头 二话不说 在那只丧尸惊恐的目光下 一下摧毁她脑袋 取出那颗金盒 不出我所料 果然是五级丧尸 楚林轩嫌悟地撇了一眼手上的脏污 我正想掏出纸巾给她擦擦 她忽然往后一躲 避开了我的手 她吐出一个字 脏 她微微醋眉 如骨雕刻画的俊脸 在昏暗的紫红灯光下 显得尤为迷离勾忍 手上还沾染绿色粘稠的血液 一下下滴下来 我忽然抓住她的衣领 看着她正松的神情 猛地凑近 附上她的唇瓣 又立马抽离 笑道 快去洗手吧 宣宝 好喜欢看这小丧尸 带啥可爱的模样 感觉到我在被需要 楚林轩正正地看着我 略微敏紧唇半 我心里的猜想越发笃定 她可能已经恢复了部分记忆 当她的等级足够高的时候 她会越来越像人类 同时也会恢复部分记忆 可她不是人类 不再保有人类的意识 而她还能召唤其他丧尸 难道 她就是丧尸王 我心里越发不安 夜晚 卧室 我躺床上望着天花板 正想着怎么解决这件事实 一具躯体 钻进了我的被窝 双手紧搂着我的腰 搁在我的发顶上 姐姐 我永远站在你这边 你想说的我都会听 她的声音在空气的室内 显得更能安抚丧尸心 我伸手戳戳她的脸 开门见山问道 你是不是已经恢复了记忆 她沉默片刻 最终在我的头顶 轻轻嗡了一声 手上搂得更紧 姐姐 别不要我 我很听话 她的不安我能感觉到 虽然不知从何而来 我还是紧紧抱着她 轻轻拍她的被安抚她 既然这样 那明天你跟我一起 去跳广场舞吧 也成习惯 每天下午六点起 我家不远处的那个广场 渐渐不少丧尸聚集而来 直到晚上十二点 才渐渐散去 期间多了不少 其他时来的丧尸 有楚林轩的帮助 丧尸们老老实实地 蹦迪跳广场舞 但因为我每次 都需要收场地费 每只丧尸一天收一颗金盒 不出一个月 我就发现 A市的丧尸少了不少 而且距离这最近的基地 时不时地会派遣部队 过来搜刮食物 我带领丧尸跳广场舞 导致内部残杀家具的事情 广为人知 之前被我就吓的那对兄妹 看到海报上我的照片 指着我说 当初就是我送他们回来的 基地的领导得知后 紧急召开会议 他们怀疑 我可能还保有人类的意识 再加上最近A市的丧尸 减少了许多 一次意外 我就下一位基地的指挥官 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被他们得知 并且张贴布告 让所有幸存的人类 都得知了我的事迹 最美丧尸 他当之无愧是我们的英雄 他 本是一只小职员 成了丧尸后 忍常人不能忍 有了自己的意识 即便成了丧尸 还在为人类的未来而奋斗 有关于我的话题 层出不穷 他们派人给我送信 信里说 历史上曾出现过许许多多的英雄 未来还会出 现许许多多的英雄 但这一刻 我们想为你颁发勋章 你就是我们的英雄 颁发仪式很简陋 现在这个时期 一切从简 就在基地的正门口 留了一个缝 足够一个人经过 防护栅栏后 是许许多多 慕名前来的群众 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 基地的领导 穿着盔甲 越过重重人群 走到空无一人的一个 简陋的颁奖台上 为我佩戴勋章 郑仲对我说 现在 你就是我们的英雄 大家对我齐声喊 英雄 辛苦你了 我弯起眸 朝他们笑 谢谢 不辛苦 为人民服务 许久后我抚摸勋章 脸上挂着笑 朝他们挥挥手 正准备离开 忽然两道稚嫩的声音 在人群外响起 姐姐 谢谢你 谢谢姐姐 我回头 看到当初救的那对兄妹 努力地跳起来 想让我看到他们 离开基地一段距离后 我看到楚林轩 就站在拐角处 他不想离开我 又不想让基地的人恐慌 于是就乖巧地 待在这等我回来 眼神平静地 看着我这个方向 触及到我的身影时 他的眼神一晃 笑意浅浅样开 姐姐 欢迎回来 我心里一暖 朝太阳起笑 宣保 我回来了 不知道未来 是怎样变化的 但是我很满意 现在的生活 人类利益至高无上 阴云积攒的天空 竟有放晴的征兆 某日 我正无聊地 清点这段时间 赚取的金河 忽然传来楚林轩 低沉音哑的嗓音 当初的那个碟片 看完了吗 我差点没反应过来 想到藏在柜子里的碟片一愣 董慧 楚林轩 我看了 我 让我消化消化 他借用我之前教导他的话 你说的 生命在于运动 我连忙反驳 我说的是健康的运动 你还说了 纸上得来中绝浅 觉知此事要功行 嗯 一座无人城 万籁俱寂 屋外的广场 没了零五丧尸 迷离摇曳的灯光 不断闪烁 那些丧尸 自顾自的跳舞蹦迪 A是喧嚣 只剩这间房子 亮着一盏微弱的灯光